避雷针是如何避雷的 避雷针采用了尖端放电原理 当雷与天气高楼上空出现带电云层时 避雷针和高楼顶部都被感应上大量电荷 而避雷针因为针头是尖的 所以会聚集更多的电荷 当云层上电荷较多时 避雷针与云层之间的空气 就很容易被击穿成为导体 这样带电云层与避雷针形成通路 所以准确地说 它不是在避雷 而是在引雷上身 然后通过引下线和接地装置 将雷电流引入到地下 从而起到保护建筑物的作用 最后提醒大家一句 发生雷与天气的时候 千万不要躲到大树底下避雲 因为闪电会沿着最近的大树 对大地进行放电 而闪电时的电压和电流非常强大 很容易被击中 所以雷与天气躲在大树底下避雲 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这一段时间 很危险的 这么多的 就这么多的 那么多的 就这么多了 就这么多了 一步 一步